好,接著就到一套,人氣好像幾高 其實應該說,這套東西是會包含很多東西去說 這個叫做宏觀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 其實它叫做裡面的奇幻元素其實不多 反而是,你說裡面其實它說了很多現實的東西 現實經濟,或者是對策的手段其實說了很多 你看看這套東西的著眼點在哪裡 接著我們說的那套就是魔王勇者 這套,我以為這套是兩季番 因為我覺得甚至它一定是需要兩季番 我覺得這套東西 它份量做不做兩季番 其實它故事是突然中斷了,我不知為什麼 最後它只有12集 但是它會不會像之前那些番組一樣 就是把本來兩季的東西切開 我不清楚這件事,我沒有留意到 像Facial那樣 有沒有什麼,但至少不會 你說這套東西,之前也說過 魔王有一個理想就是令到全世界得到幸福 它不是說到和平的東西 它是要全世界的人有溫飽有幸福 可以以自己意志過活 但我認為這套東西很奇怪 它身為一個魔族 竟然令對面要有溫飽 合理的,人類知識高了 不用聽教會這樣說 有東西溫飽就不會讓魔族發動戰爭 但最大的問題是 其實它發動戰爭可能很大部分 是因為好戰那邊、魔族那邊 但你應該這樣說 等同於人類 人類不一定全部都是好戰的 人類都有想和平 它就是叫在魔族那邊 就是想要和平的一方 而它就因爲這樣而踏上了魔王之路 然後它就已經在勇者 寶寶的時候已經看中了勇者 就一定要查它了 逆光如是計劃 就是它已經是由寶寶 就是由最後一集告訴我 它已經是由寶寶的時候已經看中了勇者 怎樣 那就是嘛 我明白,逆光如是計劃 然後它已經定下了這個十幾二十年的計劃 去怎樣令勇者 變成他的人 對啦 或者它變成勇者的人 對啦 或者它變成勇者的人 後面那些解釋 那頭兩集當時都說過勇者 因為看到這個很大的原因 當然勇者 因為其實勇者只會打 勇者是完全是會打的 我們之前都說過勇者 其實是作為一個很平凡的普通人 去看這個 那一種戰鬥力 是普通人的阿拉伯 它的智慧 以一個就是 他的智慧 他的智慧是第一個六人格沒有分子 他的智慧 OK 去看這個就是 這個世界 當發生了一些事情的時候 會有什麼觀點和角度 或者他會採取什麼行動 而你說呂部長就不算 呂部長因為純粹是一個副座型的角色 然後你說反而是呂部長的女僕者 這套真是好 這套真是好 我完全不用說名字 我心想不說這套真是好 我心想不說這套真是好 我們說了一個不用記名的 那你說這套真是呂部長的角色 開頭不覺得他會擔這麼重器 原來這套真正擔很重器 其實是他 是那套劇情的最主要 因為呂部長 呂部長是由一個叫做 完全不懂思考 他只是為了生活 完全是為了自己可以 他其實就是平民的代表 不是平民 他甚至是 他代表是由一個 未懂思考的人 慢慢學習到知識 應該說他是代表了 魔王理想世界裏面的人 因為他就是由一個 慢慢開始讀書式字 由自己思考 開始思考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覺得 就算我是龍奴 那我是龍奴來的 沒辦法 我生活到什麼 我不聽領主的話 就沒辦法 我就生存不了 然後他有時候說 龍奴這個制度 是不是對 甚至演化到 這個世界 不一定要有這種制度 他會去思考 這個世界這樣做 是不是正確 其實這個 正正是魔禍 他一直想去 宣揚的一件事 他想達成 這個就是他們所說的 他們希望未來 看到的一個光景 在裡面 就是在這個 呂伯者身上 是完全體現出來的 呂伯不會 純粹是這個 副角色 純粹是煮飯的 很重要 看煮飯 他要研發 研發產汁 很厲害 科技產汁 還要研發 科技要研發 有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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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去研發 反而你說 其實開頭我都不太明白 就是說 一開始魔王 還有三 教三個人 去知識 弟子兵 二三 原來其實 這三個人 其實 因為開頭都不知道 他們身份是什麼 一個雙人之子 一個就是 軍人 一個是貴族 三個 這個代表 在 如果呂伯只是代表 平民 就是平民的階級 這裏就是代表 在社會上 三種不同的階級的人 當他們學習到 魔王的理念 和魔王的知識之後 怎樣在這個世界 發掘 這裏其實做得不錯 你當魔王也是一個陰謀 我先找三個 我不知道算不算優秀 總之三個人 去學習到這件事 再由這三個人 去不同的界別 去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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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不少都會有影響 你見到後來跟政府說 說他們都發揮力量 他們是認識別人 可以跟國王的知識 陳述說 這個 紅學士都是好人 類似學說的 這三個人 除了女僕者之外 這三個人 我真是很欣賞 突然之間那一下 突然之間 開始好像不顯眼 然後 做到 他們其實都可以做到 發揮自己的作用 在這個宏觀 整個世界的局面 發揮了他們的用途 我覺得這方面 這三個人 是做得很出色的 這四個角色 當然你說的 另外 只是說勇者方面 魔王方面 然後勇者方面 分別是呂騎士 管家 魔法師 三個都不正常 除了呂騎士 比較正常之外 他不正常的 他那個 上圍很明顯的 不正常 不是 根本上 以他的作畫來說 你根本以為他是男人來 如果被人指 就很多次 不要理會 呂騎士擔當的 其實就是 這個 教會 教會一方 當然他屬於 不是首舊派 那方面 然後 你說 管家的角色 管家其實就是 一個 他叫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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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 王實身邊 可以掛得事 就是最貼近 他出來 沒幾位 可不可以摸你的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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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理會 他是勇者的 惡快契魔法師 管家就是紳士 你明白嗎 OK 其實當中 你說最 最 影博的 其實是 雷魔法師 他真的沒有定位 老實說 因為 我不知道 原作究竟是怎樣 就是 看到 他應該有三個人格 但我不知道 這三個人格 代表的意義 因為動畫出場 比較慢 不要理他 他沒有機會出場 但問題 就是 因為 整套戰鬥力比較高 實際太高 就是勇者 其次 下班 可能是女騎士 但是 女騎士 可能要教會工作 或者實際大兵打仗 管家 可能要保護 保護 東直王 唯一一個 可以在戰場上 幫勇者分身 大量 纖避分能者 就是 雷魔法師 但是 暫時還沒有用到的能力 就是 最後一集用到 最後一集用到 就是幫助勇者 去阻止 軍事 但你不排除 將來劇情推進 可能大規模 即是不免那些國家 在衝來 有人要靠你幫法師幫忙 但是 故事裏面 其實這套 你真的不可以 用一般動畫去看 因為這套 其實 他真的是一個魔王的 改變世界計劃 即是動畫來說 他的劇情都比較簡單 一句兩句 因為 這套 他不像狼遠虛心了 他是很微觀去講 一個經濟 或者講一種理論 因為狼遠虛心了那種 反而是個人自身的經濟學角度出發 或者是根據一個理論 根據一個理論學說 去衍生 就是怎樣去應用在這個 他應用在一個商人的交易裏面 他身為一個個體 就是以自身的利益出發 狼遠虛心了都有涉及什麼 都有涉及影響到周邊形勢 影響周邊形勢 都是以自身出發去影響周邊形勢 但魔王勇者就會是一個很宏觀 可能以國家的角度 或者地區的角度去看 所以其實他不能這樣 我想很多人都會覺得 他好一點就說 一句說 我現在要開發新的植物了 然後下一集 突然開發出來 這個其實 他說開發新的魔界 扔這些東西就可以了 這件事其實 你應該說 他只是說一個 這個叫做什麼呢 理念 假設 當我做到這件事的時候 A事件會引致到B事件的發生 B事件會有C事件的發生 而可能說 A事件和C事件 其實我是想引發C事件 而我才要去做B事件 這件事 所以才有一個A B C 一個進程 即是由一個源頭出發 對 那他這裏就是 他魔王的計劃 其實就是 先改善這個農作的技術 因為其實資源很重要 你世界上很多紛爭來講 其實都是因為搶奪資源 如果你資源的問題 解決正路來講 戰爭就不會有 而他那裏的納說就是 因為本身 南方四角的糧食 資源 土地都開放 靠北方 所以全部都要靠北方 而北方用這些資源 就是買他們的人力去打仗 而且最重要的是 南方很多 尤其是看看農民 你要想估出他們的思想 有學習問題 首先要先搞定他們的胃口 你見到最後抗議示威 那班農民 不是說學習偉大 學習給我們吃 賺錢 救我們 這個其實是 所謂的 社會學裏面的需求 我第一項需求 什麼是 生命 三餐溫飽 生命 即是三餐溫飽 三餐溫飽之後 你就會再追求 物質上 你會追求 物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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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之後 你需要的什麼 是尊重 你之前有幾個說 有物質的 可能很龍奴 我飽一套就可以了 其實 你怎樣游卵我 我都覺得 我是龍奴 我沒有辦法 我擺脫不了這個命運 然後你解決了溫飽 你解決了你生活的所有需要 開始有所謂的 所謂的 學望得到某一些知識 或者你想知道的 因為你生活改善了 你時間多了 你可以有空難時間去學其他的東西 那你開始 有興趣 你有興趣 對其他東西 你會產生疑問 因為說 我都飽了 因為你飽了 最重要是三餐溫飽 我飽了 我為什麼還要去打仗 我之前要去打仗 就是因為我吃飽 吃飽 去搶其他人 你會開始慢慢有思考 因為其實你說本身說 在故事裡面 高朝偉就是呂伯者的演講 那個話裡面 正正正都是說 說你們 我原本有龍路身份 開始慢慢 我開始思考 他最後都是說 如果你們經過思考 你們都想丟死我的話 我不介意 我不會生氣 因為你們經過思考 你真的要討我這個人 你覺得我也是惡魔來的 你扔吧 但如果你沒有經過思考 你純粹聽那個人說 你扔死他 而你扔的話 他就會鄙視你 就像Facial Paths一樣 你殺我 對 你出現你意志想殺我 還是別人說我扔 我 是通話要扔我 不扔你 很簡單說一句 你究竟作為一個人 你想殺我 還是作為一個機嫻 聽指令他做事 還有他說的 其實你應該叫做什麼 比較古老的就是 中古世紀的所謂的等級制度 其實他這套東西裡面最主要 都是圍繞這件事 就是 魔王是想打破這個等級制度 他不想再說 有什麼 所有東西 所有資源 或者所有的知識 掌握在某部分人身上 而他們就是利用這些知識 再去 掌握在某部分人身上 自由去支揮他們 最簡單 就算你見到 雙人有很多錢 但問題的知識 不是你 那些人都不會讓他看 那你都沒有知識 他就要靠不停 做某策書 推廣出去 而你說另一個角色 就是神谷那個角色 雙人 雙人那個角色 其實 某程度上來講 他是中立方 而他為什麼會幫魔王 那個原因 也是一個很雙人的理由 他覺得 他覺得 魔王這個理念 如果發展到的話 對他做生意 之後做生意 莫大的利益 有莫大的利益 比現在更加大 他不會被很多東西掀制 而雙人這個角色 他都會覺得 他有自信 去掌握這個市場的流向 即他覺得 就算你們這些人有知識 我都能夠勝我你們 或者他能夠在這裡佔一席位 雙人的觸覺 和雙人要佔的先機 所以你說 無論勇者之後 為什麼要讓他知道某些真相 就是說 這件事更加有利去做某些事情 而雙人 因為不是雙人 很老實說 一開始 你說他抱著 就是想拿利益的心態 去接近魔王那邊 叫做紅色學者 他們那邊叫做 知識 知識 那方面的東西 所謂的利用 而引導的 變成 共同協力者 其實 因為你看到最後 魔王那班 那三位弟子 其實都跟雙人沒有關係 他們是各自行動的 所以雙人並不是完全 站在魔王那一方 雙人是站在一個 我在利益立場 他也是以自身角度出發 他覺得 魔王那邊 可能走出來之後 對自己的利益是最大的 所以才可以走那邊 就不是單單是因為魔王那邊 對 就是魔王想其他人個人的自主性 雖然當利益 他自主性好還是壞 但只要他用自己思考的角度 得出這個答案 固然 你說 最少的 勇者是最難去表達 因為這套東西裡面 勇者有腦嗎 我聽過一個原作的朋友說 他說 勇者本身在原作裡面 其實有很多戰鬥的擔當 他需要去 但其實在作品裡面 把戰鬥的東西全部都撐減了 很多戰鬥是勇者 可能是輕大 甚至是沒有了 甚至是最後說回形勢 變成這樣 就算了 所以你會覺得勇者 其實的位置 是好像 好 因為其實 一個普通人的位置 呂伯者已經開始慢慢擔當了 他其實是代表武力 即他可能某些政策的時候 他都需要這些權力 或者武力 其實都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以十多集 十二集裡面 其實勇者之後 是不想出手 甚至他是不出手 他是要 按住自己 不出手 而演化就是 如果說武力這件事 很難說 因為勇者那方面 老實說 你就算多有理想 其實老實說 必要的武力 都不能夠缺少 所以開頭 勇者就是為什麼 他要扮黑騎士 去幫魔王那邊 而且要平衡兩者勢力 令到兩邊的勢力去到僵持 不要令某一方獨大了 失衡 失衡 令到那個計劃 因為現在這個計劃 建基於在僵持局面 他們才可以實行到 所以勇者擔磨的角色 就是平衡勢力 其實是要拖時間 拖時間 拖時間 要等魔王做 對 平衡勢力 因為魔王這個計劃 不是促成的 是一個很長時間 要浸十幾年才行 但如果魔族不停說要打仗 人家說要打仗 那就不能做 所以你說 滿心理話 接著去到那個故事 去到中後期 即是已經是 集中了 然後就說了經濟 由開頭就說 一些理念的政策 那方面 開始就變成是 打經濟事件 這個就是印銀子 印刷術 還有資源再分配 還有將這個金幣再重新定義 因為商人做的策略就是 他團職這個貨物 團職到某個程度 團職到某個方面 之後 就可以扭轉 這些才是真正的金幣 因為他講到的 因為北方那邊其實是 本身他們有資產 你可以說有錢 但他們打仗 只是帶錢下來 其實我覺得很愚蠢 但如果你說打仗那些人 只是帶錢下來 我下來才買東西的話 老實說 就算不是不給你 我都省到你死為止 你有多少錢都沒有用 不是理論上合理 不要說實際實施人很白癡 實際實施人很白癡 你欺負運費 你量了幾隻幾隻都要錢 我帶錢下來再買 就欺負運費 實際上 他講的時候 理論上合理 你還可以大問題 側行事上面 當然動畫面看得到這幫人 是白癡 當然 他最主要都會說這些 但老實說 十二集真的不夠 例如你說用物資做貨幣 因為貨幣有幾個要求 一個就是廣泛認通性 其次就是要稀有性 當物資團積散落 只有你一個人 人家沒有稀有性 如果你沒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這套東西是很難消化 很難 尤其是最後幾集 雙人講了一大堆理論 老實說 就算我自己看 我自己有基本的 我讀過社會學科目 和經濟學科目 甚至讀過其他管理的科目 我去到某些位置 我都要定一定 我都要想一想 究竟你說的那些 究竟是說那些 如果你完全不認識的話 你真的不知道他想重點 更加多看這套動畫 觀眾未必真的會有興趣 很重要就是你不明白 小炭丹最後幾集 你知道雙人在說什麼 你明白 為什麼他這樣做 他有什麼利益著數 你不知道 你明白和理解兩件 我覺得動畫有一件事 不是做得很足 就是他對於那個時代背景的交代 好像不太足夠去支撐他的意 比如說他做一個劇情 你知道他是有什麼計策 但是為什麼他要做那個計策 究竟世界環境 是不是因為他這個計策 而產生了什麼改變 他又不是壞了很多 他就類似歐洲中世紀 但你也要知道 我明白 但是動畫沒有說 我明白 我明白 其實他最主要是說 他12集 他根本不夠 我一開始以為 因為《魔王勇者》這個故事還未完 在原作裏面 但他停的那個位置 其實是停得很奇怪 因為12集那個位置是說 我解決了某一件事件 但我老實說 如果我覺得 在這套作品 一個漂亮圓的位置 去做一個完結 好老實說 我真的看不到之前 因為你之前鋪了這麼多理論 但你告訴我 在原結那一集 你都見不到的效果 我去一步來講 就算我剛才說 我看不明白商人說什麼 他就說了大堆理論 你用影像化告訴我 我也覺得 可能 就算未必去到這麼理解的人 都可能會得到這個意思 但你現在是 去到12集之後 你不說 前面那裏 前面那裏 就說 你講大堆理論 明白的人就會明白 不明白的人會不明白 當然我覺得 看這套東西的人 你本身都可能 對這些所謂雲觀局勢 你可能會有一定的興趣 但我覺得 就真的健康了一點 這肥重 是挺重的 因為我看的時候 我其實都看得很厲害 例如我看了一集 我知道那件事是什麼 但那件事 對於這個世界 有產生什麼轉變 或者有什麼得益 我是很模糊的 甚至是 我覺得這套東西 它很有潛質做連番 這套東西 因為它逐個逐個故事這樣說 它真的拆得很難 而大家可以看到 你作模 我真的完全不介意它流水式 因為我真的看的東西不同 我著眼點不是 用者放過魔法多厲害 戰鬥畫面有多厲害 這些肯定不是看這些 這些不重要的 這套動畫不重要的 我們要知道就是 因果的關係 是的 所以老實說 如果這套東西 你拉長來做 就算每集十五分鐘 一個杯面翻給我的 我完全接受這套東西 因為這套東西完全可以這樣做 但現在它這樣壓縮了 我覺得就是 你所有東西來得太快 而且老實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感覺 尤其是尤馬你可能看完 他講這個故事 其實可能已經講了 由第一集到最後 五年或六年的事 但我覺得完全不像 講了兩年 我覺得最多都可以講了兩年的事 像你剛才所說的 我們這次要做一個新的品種 下一幕才可以做出來 其實中間可能過了幾個月的時間 即是他抽收 三做時間 可能有整年時間 就做一個馬尼士出來 但倒了幾個一幕的時間 我覺得不是這件事 這件事都可以這樣去壓縮 但你每一個步驟裡面 我打個譬如 那三位弟子去學習的時候 學習完之後 然後他們離開 中間裡面其實很少他們的細節 因為他怎樣去滲透 因為你會覺得是一個時間的演序 即是想說 他開始滲透 他現在在做什麼位 你可能很少 他學了這些東西 因為其實你也知道這套東西 雖然有主角所謂魔王和勇者 但很多時候可能整個蝙蝠都不關他們的事 而這套東西我們完全是接受這件事 因為這套東西 雖然說他們兩個是主角 但這套東西是說很雲觀的東西 每個人都是主角 其實可以說是一個 所以我覺得這套東西 真是可惜了十二集 這樣做的話 其實我覺得如果把這十二集拖回場面 二十四集 但問題是浪 都是時間去到這個位置 都這麼長的 那要多一半時間 將他慢慢拖回場 我寧願你真的不要在這套戰鬥 不要緊的 你將裡面的經濟學機解釋 我實在說 我真的完全不介意 你真的切了勇者那堆戰鬥 因為真的不重要 你只是告訴我勇者最後打贏 因為我們知道勇者 勇者他不是Defle 99 他是開掛的 其實我一聲就拖到對面 那可以了 下一步 其實也有形容過勇者的戰鬥力 說一條 阿爸問他的時候 你一條都可以搞定整個軍團 他就說是沒有問題 一個軍團可以一個小軍團 搞定整個軍團 而且是不會有傷的 這個我覺得最終我會 可惜了這套作品 我認識了這套作品 但其實我覺得 他講到這麼深的時候 我覺得二十四集也未必夠 不要緊 但至少會理想 有願意交代 而且你完全不用說交代 一切我講就算 是兩件事 我看的時候 其實好像單元式 例如說 我看完一集之後 我開一集來看 咦?上一集沒有什麼呢? 好像沒有什麼 那個拉伶好像沒有什麼拉伶 很奇怪 暗話題有拉伶 例如說 因為他用了一個時序 去時序推進的方式 即是你每一集過完之後 你當作一個回合 如果你用遊戲來講 我這個回合做了這件事 然後就會過了一個月 甚至過了一年 然後下一集就是下一個月 會發生了什麼事 根據你上個月做的事 我中間裡面 不管你經過什麼勾心鬥角 總之一定會發生這件事 A一定會發生B這件事 我會引發到 這樣 有時候可能他中間集賽 因為他前面幾集之前 做的某件事 影響到後面的經濟 夜行者會有那種 其實有點亂 亂的那種 其實是 好坦白說 最後回到來 因為我這套東西 我是一次過看的 所以我這個感覺 會沒有那麼辛苦 但可能如果你每集看過 這個感覺會很辛苦 因為我本身才看過石田版的文化版 我對於故事來說 什麼都知道 所以我這樣看動畫版 其實就沒有所謂 但你不可以支持這件事 對 你不可以支持 我本身有屬經濟學 我自己去說 因為如果你這樣看 追動畫來看 是看得多辛苦 我不承認 好 那這套 去到這套 看看有沒有耳櫃 我們唯有 希望耳櫃就集中一點 好一點 拖長一點 好 我們去下一套